床墊枕頭和棉被吸塵器來回穿梭 台灣天氣潮濕塵蠻無所不在 不少人會找上專業居家除蠻 仔細看除蠻前水色清澈透明 除蠻後變得汙濁 不只有灰塵脹東西 白色部分就是塵蠻 我們在機器用水的好處在哪裡 當然我們客戶有喜歡 我們當然會做個銷售 業者打出首次除蠻免費 第二次開始一張雙人床 兩顆枕頭和棉被著收800塊錢 民眾也可以買回家自己除蠻 不過這一台要價將近9萬塊錢 評價一點還有這款選擇 光聽聲音就知道洗力超強 三兩下灰塵就不見 換個吸頭再看一次 抓毛快速轉動 這就是居家除蠻的秘密武器 靠著高速開打將塵蠻吸出 只是這一台最少比一般吸塵器 貴上四五倍 不想花大錢除蠻 達人來教你 要用50度的溫度持續10分鐘 它才能真正的殺掉塵蠻 睡覺最貼身的棉被地區清洗 50度以上的高溫就能有效除蠻 接近百分百 很多人也許還聽過 棉被裝進黑色塑膠袋 在早上11點到下2點曝曬可以殺蠻 但專家這麼說 台灣的溫度就是38度 可是如果說用黑色塑膠袋 事實上它的功能就是要聚熱 黑色塑膠袋聚熱 還有人建議放進車內曬太陽 溫度高就能殺死塵蠻 不想讓塵蠻找上門 民眾喚醒床單 被子可救的勤勞點 否則塵蠻日積月累 最後可是花錢又傷身 藉由王船偉 張金軒 台北報導